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知道耶稣牺牲自己的生命 就是为了你吗? 你愿意跟随他,服侍他人吗? 希望今天3月3日的每日圣言 能陪伴您祈祷与反思这个主题 赢你的悲绝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马斗福音第20章第17至28节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 暗暗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 在路上对他们说 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死要被交于司祭和经师 他们要定他的死罪 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 鞭打 定死 但第三天 他要复活 那时,赛博的儿子的母亲 同自己的儿子前来 叩拜耶稣 请求他一件事 耶稣对他说 你要什么? 他回答说 你叫我的这两个儿子 在你王国内 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 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你们能赢我将要赢的决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对他们说 我的决 你们固然要赢 但坐在右边或左边 不是我可以给的 而是我父给谁预备了 就给谁 那十个听了 就恼怒他们两兄弟 耶稣叫过他们来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有手掌主宰他们 有大臣管辖他们 在你们中间却不可这样 谁若愿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 就当作你们的仆役 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 就当作你们的奴仆 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 而是服侍人 并交出自己的生命 为大众做赎价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是经小帮手 身为人 我们渴望成功 名声 渴望自己的名字被传送 渴望自己的生命 因成功带来满足 福音中的母亲和儿子 也怀有同样的心情 他们认为 在耶稣王国内 坐在右边和左边 是成功的标记 他们以为 耶稣会成为世界的君王 坐拥有许多权力 财力 影响 影响力 然而 耶稣却告诉他们 他来是为救赎人类 不是为了世上的荣华富贵 人死要被交于司祭和经师 他们要定他的死罪 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 鞭打 定死 但第三天 他要复活 因此 耶稣生命的意义 是为了救赎我们 他的最大成就 是给予他的生命 爱我们 爱到底 为救赎我们的罪过 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交托自己 将自己的生命 完全地献给天父 让天父的旨意 在他生命中成就 这并不是世界的价值 要跟随这样的君王 我们必须刷新 我们很多过往的概念 和想法 今天 耶稣挑战我们 你们愿意 赢我赢的绝吗 你听到耶稣这句话后面 对我们的信任吗 他相信我们有能力 选择做他一样的事 有能力学习他 交托自己的生命 给天父 来服侍人 即救赎许多失丧的灵魂 人自来 不是受服侍 而是服侍人 并交出自己的生命 为大众做赎价 现今世界上 有许多灵魂感到饥渴 迷失 茫然 沉溺在最要的陷阱中 耶稣看到了 很难过 祂需要我们 渴望我们投入 同样的使命中 你愿意继承祂的使命 继续在世上 给予生命吗 请品尝圣言 品尝耶稣的爱 祂为了我们 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问问耶稣 你渴望我如何赢你的绝呢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我愿意赢你的绝 请帮助我 跨出自己的限度 与你合作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够跨出自己 投入耶稣的使命 我们明天再见